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 这段短片介绍我们城寨将会搬到的一个新家 叫做Kurios Kurios 英文即是好奇 为何会有这样的构思呢 人都是追求自由 自主 自由就是可以畅所欲言 自主就是将新的科技 可以尽快应用在自己平台里面 为大家带来全新的体验 于是就有了Kurios这个平台 大家会问Kurios不是C字头吗 为什么会用K字头呢 K字代表的是knowledge 知识 城寨这么多年来都是强调 以知识为本 而好奇心其实是产生知识的动力 知识能够传播就需要结合创意 所以好奇知识创意 就是Kurios这个平台的精神 在Kurios里面 除了城寨的节目之外 会有来自五湖四海 全世界的创意 将他们的知识和创意的产品 带给大家 Kurios 是一个属于大家的平台 各位城寨Patreon的朋友大家好 又到一个星期 和大家细看历史的时间了 由第一季开始 这次先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控制 整个帝国的管制 作出一个概括性的描述 表面是一个瑜伽的帝国 实际是一个法家的厌刑进发 然后由皇帝加天下 和余生的官吏集团结合 而组成的一个郡员制国家 政府的权力是直接通过郡员 伸进去通过户籍制度 偏户和征税齐文 两种方式 使得把中国人牢牢地绑在土地上 不断被政府剥削 历代每次皇朝末期 出现周而复始的动乱 实际上是一个饱受压迫的农民阶层 发动叛乱 以打倒贪官污吏 反剥削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平均主义 作为他们叛乱的手段和目的 手段就是吸引其他农民参与大规模的叛变 最终如果得到余生集团的支持 他们就会制造一个圣杯 这个圣杯是令到流寇 导策 叛乱分子 得到政治理念和蓝图 去吸引更多的余生知识分子集团 加入流寇和动乱的集团里面 最终就是夺取政权 所以在第二季开始 我就一直由秦末的陈胜吾广起义 在天下大乱里面 刘邦怎样可以挖起呢 然后接着就说到 由明朝 原末的朱元璋 一路发展到明末的朱元璋 到明末的李子成 接着就到 洪秀传 和海六峰 苏维埃政权的领导 背后的成败得失 是很显示到今天 我们怎样去对政权的定性 因为现在 西方的新冷战体系里面 冯佩奥在尼克逊图书馆 发表的演说 他首次提出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对抗 而中共虽然过去 是扮得好像很务实的 一帮维利士图的 经济发展的利益集团 但实际上他们背后 是一个列宁主义的政党 独裁的体制 如果从意识形态角度去看 就是说中共管治的目的 是希望将世界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然后和资本主义对抗 这个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斗争 究竟是不是呢 就要回到他们的初心 就是习近平所说的 无忘初心 我们一定要去理解 由1920年代开始 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什么 大家都明白 我在上一次也约略地介绍过 在当时的晚清立宪运动里面 经历过太平天国的动乱之后 清朝是不得不将他们的地方武装的力量 将权力下放给当时的市新 比如商军的代表曾国藩 淮军的代表李鸿章 这些由地方市新带兵 勇兵自重成为地方督府的大臣 就是主宰了晚清的政治 去到这个慈禧的立宪运动 和军事权力之后 也有投资这些所谓羊慕的机会 就是铁路 晚清政权的崩溃 是和出现保路运动有关 就是说 当时的满清因为没有钱 公共财政崩溃 所以就将民间市新集资 兴建的铁路准备各有化 而引发到四川出现保路运动 而去调新军进入四川镇压 而令到武汉出现了兵变 产生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 在整个历史的大趋势来说 辛亥革命是没有改变到 晚清地方势力挖起的情况 这个在中国历史里面 都是周而复始地出现的 譬如在唐的帝国 曾经去到李世民这么鼎盛的大唐帝国 去到唐朝末年 唐宗叶之后外族入侵 然后跟着安史之乱之后 地方督府的权力越来越大 而造成了唐末的繁镇割据 然后就进入了五代十国 一段长时间的分裂状态 在清末也是走上去唐朝 那时的一个同样的轨迹 就是这个地方督府越来越大 即使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成功 南北和谭 然后成立中华民国 推举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 而之后 根本上 除了袁世凯领导的北洋集团 在当时的天津 即是北京 河北省 甚至是东北 都有少少影响力 听袁世凯话之外 实际上 华南华中的地区 都已经是地方督府割据 这些地方督府就是变成日后的军阀混战的时代 就和唐末 反正葛举是很相似 这个国民党 在当时孙中山晚年 主张联俄用共 就是用借苏维埃 苏联的劳报 军事指挥和武器的力量 然后成立黄报军校 训练职业的革命队伍 然后用武力去统一中国 这个就是孙中山晚年的决定 而继承孙中山的维治 最终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就是来自 王埔军校的校长 就是这个蔣介石 我们一直有印象就是 以为国民党一直都是属于 孙中山后就交给蔣介石 其实不是 根据这个党里面的继承 实际上 在孙中山逝世之后 控制国民党的应该就是来自 这个当时 继承孙中山晚年容共政策 左傾的汪精卫 但是呢 蔣介石就是代表 光哲财团 就是反共的 以武装 和在中国当时 现代化的城市里面 的财政力量 这个就是国民党政权的本质 就是职业革命的军队 忠于蔣介石的军队 再加 来自上海江截 就是一些中国 现代化的城市里面的财政收入 和一个革命的理念 就是武力统一中国 而构成了国民党政权的三个支柱 但是很明显 国民党对于广大的农村 是完全没有一个方案 如何去解决中国农村的问题 而中国农村自从晚清 权力下放 跟着废科举 很多地方的农村知识分子 没有出路 而急速的城市化 导致是什么呢 就是 农民的情况 是越来越困苦的 而加上就是 这个地方事身 传统的事身 那个影响力越来越小 而新兴的事身 就是一班叫土豪劣身 他们依靠地方军阀的力量 就是抢夺了乡村的权力 取代了传统渔家 渔生集团的 所谓的一些 比如退休的大官 回到乡村 等等 所组成的 或者在科举里面 有地方公民的一些 受彩 所组成的 这个传统事身集团 新兴事身集团 那种对地方的鱼肉 和剥削的情况 是更加严重 而国民党当时 因为他们主要依靠的 都是这些 新兴的地方权力集团 来支持他们的政权 所以 蔣介石对于农村的土地改革 是完全没有兴趣 而毛泽东当时 就是看得很准 就是觉得 中国的革命动力主体 主要来自中国的农民 所以就开始出现了 所谓 无主义 毛泽东主义 或者我们叫做 毛泽东思想 这个日后 就变成了 所谓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或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产物 去包装 但实际上 我自己看法 毛泽东主义 就是来自 李志成 洪秀传 这些刘邦 农民叛变 刘购 刘购 集团 的主体 而所有他们的 所谓 马克思主义包装 都是错的 假的 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实现过 马克思主义所说的 由城市 无产阶级去推动 因为资本主义矛盾 最终出现严厉的阶级斗争 产生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从来都不是这样的路线 在初期受共产国际指挥的王明 包括刘少奇等等 周恩来 都是希望在农村 在城市里面进行暴力革命 发动城市罢工 最成功当然就是1925年的山江罢工 但这个也是国民党共产党在合作下面 所发动的一场 对整个香港作为航运中心 当时香港已经是国际航运中心 是带成造来相当大的影响 但实际上 国民党政权的重兵 一直住宅都是以城市为中心 所以每一次的地下活动 都会受到严厉的镇压 而在武装起义就更加不可能 包括在南昌暴动之后 所指挥成立的 上一次我说的澎湃的 苏维埃政权在海陆峰 短短三个月 已经被国民党的军队镇压了 这个也是 毛泽东看到 与其是跟共产国际那条路 不如自己用自己农民叛变 动起之旗 这件事就是很经典的一篇文章 就是来自什么呢 就是当时毛泽东在大约1927年 上书中共中央 他和彭拜早期 都是在龙广所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 当时在广州 在粤秀路的 番茹学宫 就是农民港集所 搞农会和搞农民运动 而毛泽东当时 写了一份 叫做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上书给当时的中共中央 大家到今天 对于这份 考察报告 大家都不记得了 但是里面 我读几句给大家听 大家一定会曾经听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不是做文章 不是绘画受法 不能那样雅智 那样松容不逼 文质奔奔 那样温良功劍让 革命是暴动 暴烈的行动 上面所述 那些所谓过分的举动 都是龙民在乡村中 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 出来的力量所造成 则然之 每个农村 都必须造成 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 非如此 绝不能镇压 农村反革命的活动 绝不能打倒新拳 矫枉必须过正 这就是毛泽东 在湖南农民运动 考察报告里面的 一段最经典的说话 就是他 后来之后 海陆锋政权 也实践了这件事 就是农村的恐怖主义 是通过杀地主 他实现这个 逼所有的农村的人 跟随共产党参与革命 因为大家满手都是鲜血 杀过地主之后 国民党代表地主的军阀部队 会调回来镇压的 这个就是我经常说 李志成部队 或者是洪秀泉的楼寇 他们所用的手法 就是裹挟 裹挟的意思就是 立头名状 入到你的村子 要你随便 把你的村子里面的 权贵阶层杀了 然后跟随这个楼寇部队 然后成为他们的士兵 这种裹挟的手法 就是传统以来 在中国历次王朝的变动里面 都是用这种手法 去壮大楼寇的力量 只不过今次多了一个名堂包装 就是叫做革命 就是叫做共产革命 但是实际上 揭开共产革命之后 是一种中国农民民水主义的本质 所以我一直说 如果我们不能认识清楚中共的本质 我们对于今天判断它是一个 意识形态集团 想建立一个列宁式的 苏维埃帝国 这个看法 这个定性 是出现很大的偏差 这个农民政权 实际上就是用传统的杀土豪分田地的方式 然后再加上李自成、洪秀传等等 不要抢别人的粮食 攻入城市的时候要有军纪 所以为什么毛泽东会改编了当时李自成的军纪的歌曲 就是变成共军的三大纪律 八行主义 在毛泽东所代表的农民民水里面 其实有几样的传统 是一路潜藏在中国农村的底层社会 一个就是秘密会社 一个就是秘密宗教 这两个就是传统社会农民生活里面经常会接触到的东西 秘密宗教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才在前几集里面 我反反复提过 特别是在明朝 在原末的农民叛乱里面 我都提过就是所谓的Mennelian Movement 或者Cult Movement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 是没有一些所谓进步的阶级意识去取代推翻一个阶级 因为在马克思的历史分析里面 资产阶级是比封建地主进步的 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力量 就是代表他要把政权控制在工业家的手上 所以才有资产阶级革命 但是如果是农民革命的话 他可以是很落后的 新建立的政权可以是退步的 马克思的历史观是进步的 一路进化的 一个阶级比一个阶级进步的 但是农民起义就不是了 在东方社会所出现的农民起义 每一次大起义之后 新建立的政权都可以一次大倒退 在这个农村社会里面 一路主宰着 推动着这个动力 就不是来自进步的工业家 资本家 或者是当时的士生 而是什么呢 是落后的民间邪教 这些所谓Cult Movement 就体现是什么呢 在尼勒佛信仰和百年教里面 尼勒信仰是什么呢 就是相信乌托邦 尼勒佛降世之后 民间所有的疾苦都会结束 这个是和佛教的淨土信仰 一直在基层发展 所产生出来的一些 期望救世主这样的一种意识 共产党是很活用这种邪教 和所谓Mennelian Movement那种 Utopia 对一个未来乌托邦社会的追求 那样东西就是共产社会 所以一拍即合 国民党就没有这种东西 国民党根本没有进入农村 他仍然是依靠那些士生 去控制农民 根本就没有想法去发动农民进行农民叛乱 因为他是政权来的 他是管治农民 但是毛泽东就很清楚了 他怎样发动农民呢 就是用传统的手法 就是所谓打土豪分田地杀地主 用农村恐怖主义 去令到农民跟随共产党起来革命 而革命的动力 除了恐怖主义之外 就是给他们一种对未来的期盼 就是一个所谓乌托邦社会 一个共产社会 这个很特别的 这种cult movement 在农村 或者我们叫做弥勒信仰 或者白连教信仰 就是跟很多秘密宗教的活动有关 而这些秘密宗教的活动 又跟道教有关 大家知道 中国的佛教是外来的宗教 刚才我说的淨土中 的弥勒信仰也是来自佛教 但是道教就不是那种对救世主的期盼 道教一直以来都有一种 中国式的本土民粹在里面 这种道教思想就是平均主义 其实很有趣 在这个三国时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三国志 里面有一个政权 叫做张老的政权 他是一个道教的政权 张老最先实现的是 毛泽东的公有制 反而是人民大食堂 按需分配 大家想路过的喜欢吃就来吃 后来张老是投降给曹操 但是张老 大家都知道他也是 所谓道教里面 的宗教信仰 而道教的平均主义 很多时候就是说 将大家的农村里面的农民的土地均分 这种平均主义 和毛泽东 在农民革命里面所说的 打土豪分田地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 最有趣的是 1958年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里面 就是 当时出了一本书 叫做《张老转》 而毛泽东 就是 把这个 张老转看完之后 就写了他自己的批试 然后在 1958年 中共第八届六中全会上 印发给所有参与会议的人 那说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你要理解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主义 中共革命 你一定要从这些细节入手 如果不是你鬼佬 就被他所谓毛泽东选择 那些 辩证法 论人民内部矛盾 新民主主义 这些口号 就 被他愚弄 因为这些全部都是 史太林拜的苏联专家帮他写的 毛泽东根本是不懂马克思理论的 好了 《张老转》里面 毛泽东就说 人民公社运动 就是我国的历史来源 是有 他是承计了从张国 张老 王朝 方烈 刘福透 又寒林仪 李智成 朱元璋 洪秀全等人以来的农民革命 他们都是极端贫苦农民 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 摆脱贫困 风衣足食 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 所以毛泽东 在《张老转》的批示里面就是 称赞张老 道路上 饭铺吃饭不要钱 罪有意思 开了我们人民公社 公共食堂的先河 所以我就说 无论你研究N的马克思辨证法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 你都没办法理解中共的革命 因为中共革命根本就不是那种 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 中共革命是李智成 洪秀全 刘邦等等 是一个农村社会动员农民 通过农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力量 这样实现的一场农民叛乱 而这场农民叛乱 最终能够打败国民党 是因为日本侵华 不是因为这个农民的力量 这个是跟李智成当年的情况一模一样 就是清朝满洲的铁器 在关外和明朝的部队 艰苦作战十多年 在这个时候 李智成就在西北的地方崛起了 跟毛泽东 从长征去到延安之后 一路中日两国打到整个国家烂 而最终 从遥动出来 再由西北席卷整个全中国 这个就是当时的共产革命 如果没有了中日战争 这场农民叛乱 我相信 在30年代已经被国民党的部队 在德国的军事顾问指挥下 用碉堡政策 全签 最终 就会流亡新疆 再由新疆流亡 去中亚地区 这个就是他们最大的可能性 是绝对不可能 在1949年建立这个新政权 但是他跟李智诚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两集前也说过 李智诚手下根本没有知识分子集团 全部都是一些名号叫曹操 在三角水户里拿回来的山寨王 那些古惑仔 一个古惑仔的部队 怎可能建立政权呢 但是毛泽东 跟李智诚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一些所谓按照列宁式 在莫斯科大学受训的干部 这个就是在延安时代 所建立的一个所谓组织干部系统 这个组织干部系统 就是令到他在这个农民政权建立之后 能够稳定地去组织一个政府的管治 来取代国民党的政权 但是这种农民的民粹主义 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毛泽东的思想 所以为什么在中国49年建政 中共建政之后 会出现了30年来的路线斗争 而最终将整个中国带入去动乱的深渊 因为这种农民民粹有几样的特性 毛泽东一生人都没有放弃的 第一就是所谓的群众路线 对苏联的列宁体制来说 列宁是强调先锋党的角色 先锋党就是一帮精英 一帮职业革命家 不是农民 列宁是相当之鄙视这个农民 也是俄罗斯民粹主义 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所歌颂的农民 在列宁眼中就是垃圾 列宁是说什么 说职业革命家 所以你看到刘少奇、周恩来、张文天 邓小平这些 不是留学法国就是留学苏联 在莫斯科大学接受训练 然后再派回来去中国搞革命 这些就是先锋党 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代表 你最少都要懂俄文 上一集我都说过 我舅舅就是当时在广东省 在孙中山晚年联俄用共的时候 第一批广东派去莫斯科留学的人 就是当时我舅舅给我一些照片 在莫斯科大学留学的时候 相后十几年前我再去过一次莫斯科大学 没有变过的 那些照片看到 那些史太林、戈德式的建筑 没有改变过 但这个不是中国革命的路 中国革命就是在毛泽东 以农民均为主的 一种这样的农民叛变的方式 所以在中共建政之后 毛泽东一直强调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和列宁的职业革命 是两条不同的路线 群众路线是强调党要服从群众 你要记住 不是由党的领导群众 如果你是精英的话 我从莫斯科留学回来 我懂马克思辨证法 我懂列宁熟读帝国主义事 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等 这些理论 为什么不是我听农民听我的说话 我要听农民说呢 正正因为毛泽东 是深受农村民水主义影响 所以 他的群众路线就是 就是要 将农民高举成为革命的主体 这种 这样的政治哲学 就是最终 使得中国在 本来进入经济建设的阶段里面 然后不断形成新的路线斗争 就是毛泽东和党内流苏派的干部 产生激烈的冲突 而慢慢 毛泽东就形成了一个 所谓的文革理论基础 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 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论 其实就是群众路线的包装 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重新包装 是不断要冲击党的体制 冲击官僚主义 要这些共产党的干部下放 下放之后向贫下中龙学习 是这样的方式 这个就是文粹的第一部分 毛泽东的文粹主义 第二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即是说人定可以盛天 为什么会出现大跃进 和全民大练降这些全国悲剧 一个大笑话产生的大悲剧 大家都知道练降是不可能在农村那里 隨便用泥整个炉 然后把家里的窗框拆掉 放在土高炉那里 就可以练出钢铁出来 这是common sense 中国当时已经试爆了原子弹 而原子弹的科学家前学心 还说是可以的 是没有人敢反对毛泽东这种 这么低能白痴的全民大练降 这个就是群众路线 就是要发动群众的积极性 我们只要大家积极 大家立起三袖 落手落脚做 没有说做不到的 就是这样 但实际上 练降是有一个科学规律的 包括大跃进的时候 农村一畝地 可以生产多少斤稻米 这个也是有科学计算的 可以 某产一万斤 是做不到的 这个根本 但是毛泽东说不是 只要我们人相信我们的能力 不断地去做就行了 你看看大家水利建设 大家说做不到 我五天建了个水库给大家看 当然就是动员几千人一起去做 但是这种人定可以胜天 强调人的主观意志 可以改变科学客观规律 这个东西 是完全违心思想 是完全跟马克思的唯物论 是彻底相反 所以你说他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这个是自欺欺人 根本就不是中国化 是马克思主义的二端邪说 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修正 根本完全是跟马克思相对 对着干的 马克思是说生产力的发展 去到某一个水平 然后生产关系改变 当时的刘少奇 邓小平 周恩来 这帮刘苏 或者是走共产国际路线的人 就是相信在1949年之后 中国已经阶级消亡 今后就是专注于发展经济 到生产力发展到某个水平 才可以进入集体化 就是改变生产关系 所以他们跟毛泽东的看法很不同 毛泽东就说不用管 我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那不需要看我们的生产力 我们只要想做就做得到 这个就是张老在东汉时代都做得到 为什么我们现在做不到呢 所以1958年 为什么他会在八届三中全会里面 会印发张老转他的批示 也是为了证明 他的人民公社 人民大食堂 供给制 全部都是有根有据 很多人说毛泽东文革 是为了奪权 当然 斗倒刘少奇 这是他陛生的梦想 但是他奪权 是不是为了坐江山 交给江青 或者交给他的儿子 是打天下加天下 那种传统龙民政权的想法 不知再知的就是农村那种浪漫式的田园木歌生活 人人有田间 人人有粮食 然后大家需要什么就拿什么 是不需要用钱去买 一种绝对的平均主义思想 一种绝对的男女平等 其实曾几何时是出现过的 大家留意我说红秀泉那集里面 红秀泉就是一样 在攻入南京打败了满清的江南大营 江北大营之后 在南京清皇的时候 他什么都不做 除了玩女人 就是印了一本书 叫做天朝田某制 里面所说的东西 其实跟张老所说的东西 跟毛泽东所说的东西 是相当相似的 就是军田制 将土地平均分 你如何军田之下大家提高产量 毛泽东加多一样东西 集体化 就是变成人民公社 这种农村的平均主义 和集体化 结果中国生产力大幅倒退 因为我再说一次 农民其实 在生产力里面就是最底层 是没有办法解放生产力的人 你去到加拿大 你见到那些农场 连田千脈 全部都是资本主义经营的农场 一种粟米 怎会是每个小农 在自己的枯田里面 种一畝粟米 你这样的话 你的生产力怎么解放呢 当然是机械化 拖拉机 用飞机来播种 用飞机来播种 这种是苏联集体农场 当时刘少奇在想 是这条路 但我们都没有拖拉机 没有这种农业革命 我们何来要进行公社化呢 产生激烈的冲突 而这种权力斗争 是导致到文化大革命 1966年出现 但是 去到那时候 他已经没有能力再推动进一步的集体化 当时他走去说什么呢 就是说人的思想革命 就是说我们要文化上进行更新 只要我们人的思想革命 我们中国没有办法实现公有制 是因为人的思想首构 我们没有破除到我们那种的思心 我们没有建立到新的利他主义思想 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学雷锋 每一个人都要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 这样的话 只要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 变成社会主义新人 那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公有制的共产社会 那就去到这一步了 所以最终1966年 就号召当时的年轻人洪卫兵上来 就是进行一个更彻底的文化大革命 结果十年浩劫 中国国民经济全面崩溃 所以这个 你问这个权力斗争 是为了个人 还是为了自己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理想 我觉得两样都有 亦都是因为他在大约将失败 被退居第二线之后 他觉得中共的领导人走那条是歪路 和远离他当初所幻想的农村田园木歌式的生活 农民人人吃得饱 每个人都穿得暖 走过食堂坐下有得吃 这种生活越来越远 官僚主义变成欺压农民的 骑在头上农民的新阶级 所以很多人在80年代怀念毛泽东 其实也是对于农村民粹的一种怀念 就是觉得现在的干部专门欺压人 以前毛泽东的年代就很多 在任何时间这种民粹主义都会卷土重来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到现在根本就是一个农民的国家 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如果李克强的说话是事实 即是说6亿人得1000元人民币年薪 你想想这个是什么国家 当然他宣传你见到上海 外滩 陆家咀 深圳 大湾区那些乡镇 如何发展成为工业城市 创新产业 你见到的只是一部分 等于我们见到美国的纽约 你见不到美国的Rusty Bell 里面的白人 中国也是一样 当他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国家的时候 他自然就会有一种农民的杂性 农民的杂性的政治 绝对不是意识形态 而是一种极端实用主义 这个就是我一直对共产党的本质的看法 蓬佩奥说他是意识形态之战 这个会误导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因为中共从来都没有想过建立全球的社会主义霸权 这个与苏联领导的华沙集团国 与布里芝尼夫、安德罗波夫、克鲁晓夫 甚至是史太林 是完全有分别的 中国由一开始的共产党 就是走进一条极端务实的路线 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什么共产国际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帝国主义、理论 什么都假 其实就是撒土豪分田地 将澎湃在海六峰那一套再用一次 扩大全国利用 1952年就是了 土改 将红色恐怖推动到全国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今天我们如何理解中共的政权 其实什么主义都是假 就是实用主义 最终体现就是邓小平那一句 不理黑猫白猫 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如果你说他是意识形态 他只是为了独裁 为了控制这个权力 为了利益集团可以永续 而不是为了一个终极目标 建立人类的一个共产社会 这个已经没有了很久 这种意识形态 只是和任何一个帝国崛起是没有分别 包括现在的普京 或者土耳其的埃尔多安 都是追求一种伟大民族復兴 以民族主义挂随 然后求富求强 一种在近代被西方国家入侵 然后落后的帝国 俄罗斯帝国 鄂图曼帝国和大清帝国 是三个帝国同一时间 在19世纪开始衰落 现在经过百年的奋斗 希望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帝国霸权 俄罗斯希望在中亚建立 所以出现併吞了克里米娅 在地缘政治里面要称霸 土耳其希望恢复恶曼帝国的大土耳其主义 昔日帝国的光荣 共产党是希望在亚洲里面成为 碎饭其他国家朝共的天朝 如果你觉得它是为了共产社会 这是最大的误判 这样的话 你面对中共的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拆掉它亚洲的长脚 将在亚洲的国家拉攏过去 这些不需要意识形态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 如果美国要跟中国斗的话 就要想办法把菲律宾 将这些国家 越南等等这些国家 将它拉过来自己的阵营 因为农民政权就是什么呢 你看老迅的小说里面看得很清楚 农村文化是什么 就是刁民的文化 你以为农民很纯朴 其实刚刚好反过来 农民是每一个政权 经历过每中国千多二千年的王朝更替 而他们已经发展到一套 相当之小古成熟狡猾的文化 而体现了共产党里面 就是那种的搬农门 讲到天下无敌 你去世贸就讲全球自由贸易 他自己的贸易门栏就高到不得了 然后他去到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演讲 就讲这个多边主义 就是谴责美国单边主义 实际上真正霸权主义 你看他在亚洲 就在行另一套 永远都是讲一套做一套 这些农民政权 他实际如生就是被他利用 就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科学家 就是服从于这个农民集团 就是等于明朝的朱元璋和李善长和刘基 宋廉等等这些人的关系 好了 帮他建立了政权写一套宪法 难道真的实行宪法的权利吗 农民政权就是打天下坐天下 所以政权一定是由革命 现在只不过是扩展到一个 比满洲人更大的一个贵族阶层 以前就是用种族来划分 因为你是满洲人 你是蒙古人 你是西藏人 大家都信藏传佛教 所以就成为帝国的管治阶层 今天就不是 九千万的党员里面 他们层层集中选出他们的贵族阶层 他们的特权阶层 就算他们吃的那条菜 其实都是有特别指定的农场供应给他们 他们所选的飞笨表面上是没有 以前清朝地方官进贡美女 一样有民工团 用特别渠道输送上去 所以这些这样的所谓永组政权 拆穿了所有社会主义革命 人民民主专政等等这些理论背后 就是跟历代的农民政权建立之后 那个坐天下 就是一模一样 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为什么又会发生诛杀功臣 又会发生集团之间的内讧 又会发生内斗 甚至发生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等等 这些所有和明朝是没有分别的 这些现象 现在中国大陆所重复出现的东西 就是中国历史里面 在一个暗黑的王权独裁 极度专制下 所出现的民变 所建立的农民政权 的初阶 大家听下去 是不是觉得 好像读历史开始有些作用呢 事实上 世汉历史这个节目 也是希望带给大家一种全新的角度 从今天看回去 以往的历史 去解释我们的前世今生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会开始慢慢明白 台湾、香港 对一个内陆的农民政权 所带来的挑战 将会有多大 下一季 这季我们讲毛泽东 下一季我们会讲 在王权以外 在农民政权以外 一直在挑战 这个农民政权的 究竟其他的集团力量 利益集团的力量 包括第一 余生的官僚集团 第二 就是商人的集团 如何影响到和王权之间的博弈 很快我们就会有第三季跟大家见面了 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 下个星期我们同样时间 再跟大家 世汉历史进入第三季 王权博弈 拜拜 下集团 再次站一会儿 下集团 太远了 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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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來說,你抄品牌只有一間成功 飲食來說只有一間成功 還站到今時今日,就是大家食 大家食,你有見過嗎? 在深水埗那間 像軍佬一樣 如果你看這個標誌,你覺得他沒理由成功 這個軍佬頭的標誌,你的名字也是抄大加樂 他的標誌應該抄大快活 但你抄了這麼久,被他押納到現在 他這些就是神奇,神奇在於不是因為他的名字 如果你看他的名字,起碼很簡單 你抄女兒,你不會進去吃 你不會打 喂,曹總,如果你想去認識那個女生 你說今晚我們慶祝這個,我們相識的一百小時 然後女生問你,你帶我去哪裡吃? 大家吃吧,他以為你跟他開房,你知不知道 要走痛 implementation 謝謝